黑木耳是一种很适合女性吃的食材,因为黑木耳含有丰富的铁元素,女性常吃可以起到养血蛀炎,肌肤红润,容光快发的效用, 并且黑木耳对于缺铁性贫血的病人还有防治作用,除此之外,黑木耳所含有的胶质,能把残留在根体内的灰尘,杂质吸附集中起来排除体外,从而起到轻微抵肠的作用,大成是空气污染大,定期吃点黑木耳对身体有好处,最近营养学家还进一步说,常吃黑木耳,有防癌抗癌的作用呢,木耳做法也是多种多样的,可以凉拌, 也可以木耳蒸鸡,也可以用木耳煲汤等等,假如大家也喜欢这个食材,肉肉除下期可以和大家分享,一些能用上木耳的菜色,例如最适合夏天喝的酸辣汤,大家觉得怎样? 西西,说了这么多吃黑木耳的好处,可是主食黑木耳前,我们还有一个不能缺少的步骤,泡发,我们平常买回来的黑木耳,一般都是干品便于保存,表面很多皱褶,里面会夹杂着很多灰尘,杂质,要想彻底泡发,清洗干净并没有这么简单,今天肉肉除酒和大家分享,如何快速地泡出又大又厚实, 并且非常干净的木耳,大家学会了,以后就按照这个方法做就好了,一定要收藏关注哦,如何快速地泡出既干净又爽口的木耳? 方法,一,准备一个有盖子的塑料盒子,没有的话,准备一个大碗,一卷保鲜纸封口用也行,塑料盒里面放入凉水泡木耳,一定是要用凉水,因为假如你加温水或热水,这样会让木耳营养流失,并且影响木耳的口感,还有用冷水泡出来的木耳,可使到其体积长3.5到4.5倍,而用温水或热水泡发出来的木耳, 其体积只能长2.5到3.5倍,凉水泡发的木耳口感更佳,更爽口,二,凉水中加入一勺食盐,目的是加水木耳吸收水分,快速泡发,节约时间,一勺面粉淀粉,目的是吸附木耳表面的灰尘和杂质,三,倒入黑木耳,盖上盖子,四,盖上密封盖后,上下摇晃三分钟即可,通过摇晃,盒子里面的水会冲洗干净, 木耳表面的灰尘和杂质,五,摇晃三分钟后,把盒子里面的水倒掉,用清水把木耳再重新一遍即可,以上就是我今天和大家分享, 泡发木耳的小妙招,平常大家都是用什么方法泡发木耳的呢,大家也可以在以下留言,分享一下你们的好方法哦,小提示,现在是夏天,泡木耳的时间不能太久,浸泡超8小时木耳就会产生毒素,不能吃了, 所以木耳还是建议,每次吃多少就泡多少,不要泡隔夜了,真的泡了很多,放冰箱可以保存的时间稍微长一点,不过肉肉厨还是建议大家,尽量一次把泡好的木耳吃完,大家好,我是肉肉厨,每天我会更新各种菜色,有兴趣的吃货们可以关注我的微信个人号, 当时大家可以沟通交流,谢谢大家的支持